Lun Sang 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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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今天晚上第三場比賽 可能有觀眾朋友會想說怎麼還有三場比賽 其實是從本週開始 GPL加緊腳步每週日 也是加到三場比賽 這樣子來打 所以以後就是不會有週日提早下班 那種事情發生 宵夜要晚一點 好 那麼呢 馬上來看他今天晚上最後一場比賽 那這場比賽我們剛才也預告過了好幾次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就是說今天晚上的 最後一場比賽就是 兄弟之戰 最左邊的這個人 CQ775是怎麼了 有人有更動 這個 熱格 熱格 重組 原來很惹同 然後呢這個Bernie呢 Bernie去哪 所以他是一個熱格的玩笑 然後Violet其實已經退隊了 這個是完全是一個字幕歌真女友的節奏 變了 總算回來的 這比你怪啊 Bernie不是才剛來嗎 我剛才想說 怎麼Violet你又回來 沒有那是舊的字卡 那是新版 好新版的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今天稍早看到的隊型 那麼呢他們要來對戰的是 親哥哥啊 這真的是親兄弟啊 還有一些隊員是重複的 你說他們睡在一起我也相信啊 我覺得很合理啊 因為你看TPA跟TPS也是睡在一起啊 等等喔 我不是那個意思啊 那像AHQ也是睡在一起啊 欸 欸 我掉啊 那我們來看西貢小手隊的隊型 其實就是他們的親哥哥 然後每個人也非常 等一下 等一下 這一次上的是什麼 這一次上到 這一次上到 遮臉的 有那個X戰警的那個 對 你看起來很像獨木龍啊 沒有那個 而且大家仔細看啊 其實那一條小條的就是 小的西貢小手隊的字卡 你有發現嗎 它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獨木龍 所以這個字卡就會有無限延伸 因為你可以再往裡面看 會有更小的字卡 應該是 如果你看得出來的話 你的眼睛也算是非常厲害 好 這個是西貢小手隊的隊型 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 字幕哥各種抽風啊 抽到我都噎到欸 對 其實我覺得 感覺上 看那個面相 Nix Water就是喜歡玩那種 特別AP的人 對不對 你說的這個面相是怎麼 因為 因為他長得有一點像這個 有一點 變色濃的 變色濃的感覺 好 我覺得他看起來 其實有一種 神似黃秋生的感覺 其實我滿期待他 他玩那個之後會改版來齊樂斯 感覺上就是 他很適合玩各種手藏 然後 其實大家比較不喜歡玩角色 其實他還沒有出西格斯 真的讓我覺得非常的意外 我覺得他好像也還滿適合西格斯 以他這麼喜歡玩奈德里來說的話 我覺得齊樂斯或西格斯 應該都有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 各種丟東西的角色 好 那麼呢 不知道這場兄弟之戰怎麼樣 因為 在西貢星期五加入GPL 今年加入GPL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常常講到這個 幕後秘辛 就是說 因為他們在這個 對練的時候呢 對西貢小小隊有五成勝率 但是其實加入了賽季之後 你會發現說西貢星期五表現 並沒有像西貢小隊那麼好 這叫五五波就是專打西貢小隊的意思 對在上一季的比賽是拿到一勝三敗 對 那其中有兩勝 兩敗是有機會的 就是說 就是 有一場是西貢小頭各種犯二 就是各種奇怪 那時候還有被說是那種故意讓啊 故意讓啊 對 都有出來 那可是最後還是就是由西貢小頭得勝 那這一季還沒有拿到一勝 就是對西貢小頭 希望今天會有機會 是 其實說不定會成為第一場 因為現在西貢小隊正high 正high的西貢小隊有時候就會正犯二啊 這是真的是有可能發生的 對 順便這場死歌又是來個直接上死貢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看 出門不買東西啊 我直接回家八百六 我就想蹲死貢不行嗎 那西貢小頭隊這時候選擇BAN掉的是 匿命雷茲跟莫菲特 然後西貢星期五 我BAN了色雷西傑西 都是現在正流行的角色 可是我發現這兩隊是怎樣 都很喜歡玩莫菲特 對其實在東南亞的隊伍是 如果大家有去看一些統計 的確就是在石頭人出場的幾率是比其他區域的連賽的高 情有獨鐘的感覺 對 因為我覺得可能跟東南亞現在還是在節奏上面 還是比較傾向一個會進入團戰節奏的一個比賽 比較慢 對 所以團戰到那個時間點其實石頭人還是有他的強勢 對 因為他撞進去開到一個 就是說在抓失誤的方面石頭人是非常厲害的 對 他那個速度比人馬啊 就是甚至其他的強開角都來得更快 對 他算是最快的一個 那當然在GPL裡面的話 比較有這種抓失誤的機會 你看有一些這個 有一些比賽的時候是你很難看到 就是你選石頭人苦苦的想要找一個機會來撞 但是找了一整場都找不到一個機會撞 那你就會覺得石頭人很難 對 你會各種空撞 你會覺得很生氣 對 你會回家把那個石頭人分手 因為速度 因為速度雖然很快 可是如果你從正面想要撞人家的話 人家是有來得及反應 對 有閃現基本上是可以閃得掉的 對 可以閃得掉 再快的話可以閃得掉 所以 所以 就說石頭人在很多地方不是那麼流行 是有他的原因 那我們來看新聞小孩對FP的地方 是拿伊莉絲上路的QTP 一樣是QTP 主要是最近很喜歡玩伊莉絲 對 剛剛上一場的蜘蛛有一個閃現過牆的fail 那這場應該要平反這個fail 對 沒道理啊 我應該是閃得過的 等一下他開場就走到那邊去閃 他要藍方對不對 他開場就走到那個位置然後閃現 好 然後西貫775這邊則是首選 札克加凱特琳 札克是對 是Navy非常喜歡用的上路角色 跟就是 Jungle角的 Jungle他們比較少出 上路的Navy是 出了一兩場的札克是有 對 我剛剛就在想說凱特琳被選走了 那感覺就是 Archie就要選伊莉絲 果然就選 西貫他今天是不要再出三項之力 我覺得那個裝費現在真的很不划算 而且 就是常鮑老師你的建議非常好 就是那個三項分開之力 我覺得是比較強的 對 拆開出三把 我跟你講真的比較厲害 對 昨天我一下想了一下 我算了一下 我覺得那個真的感覺起來蠻厲害的 因為其實他昨天的比賽 禮拜五的比賽 也是有那個錢可以出到那樣 他絕對可以啊 他其實最後早就該把三項賣掉 因為他已經有兵權 他要三項幹什麼 三項這隻角色 三項那武器真的是前期你搶出 單打能力非常好 可是到後期的曲線 他真的不是一個太優秀的裝備 他那個時候結束的時候 實際上他早就滿裝 身上還堆了八九千塊的現金 其實根本就沒有用 他就是什麼都有 可是什麼都不夠強的感覺 有點像劍達出奇彈的那種感覺 對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在於說 就是那一場不好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說 因為隊伍很依賴他的火力 可是他出了那個裝備 實際上對火力的幫助是零喔 因為他還有兵權 對所以他那個閃耀劍的特效也是被吃掉 也是被吃掉 那到底要那個幹嘛 就是非常令人好奇 就一點點的物攻而已 哇西貢星期五 我現在在選的聖加上 索娜這讓我有一種 你的攻擊力要從哪裡來的感覺 現在火力嚴重不足 中路必須選一個攻擊力極端高的角色才行 對那這樣子中路極端高 可能就是卡麗絲這種 比較偏刺客爆發流的傷害的角色 哇可是法術Nuke被對方搶走了 我剛才在想說 你講到卡麗絲 但如果我想要AP 因為你可以看到 因為他的那個 有凱特琳嘛對不對 他如果想要平衡一下 要AP傷的話 也許中路的Nuke可以選擇 考慮的是卡薩丁 結果卡薩丁馬上被西風小手隊壓掉 哇那這樣子 西風小手隊這樣子選的意思 可能是真的要像哈先鋒一樣 要打古拉格斯Jungle是吧 對 或者是打古拉格斯上路 然後打蜘蛛Jungle也是可以 可是古拉格斯Jungle 就是其實我們看見新加坡先鋒 他們基本上搭配的一個理念是 我中路要有一個空場 因為我中路 他們一場是搭的是 HYHY出了一場是石頭人 一場是 李三佐 這兩隻角色都有一個強控 只要控制住了那個 九筒的炸就非常容易 可以把他炸到一個好的位置 沒錯因為 你打Jungle的古拉格斯 基本上不可能像 第一場 對他不可能像第一場的西門 有那麼大的攻擊力 然後也不可能像 記者老師說的一樣 他不太可能取到那個先手 就對線的時候突然一個 前衝把你炸回來 這個是 基本上他只要閃現前衝 才有可能炸在一個回合 哇他住李三佐啊 李三佐控制有餘 傷害倒是有一點點 沒有那麼大 我覺得 對這個陣我覺得 那你其實你中路已經有了一個 非常好的強控 那上路出聖的這個組合 我覺得就沒有那麼必要 他現在長這樣就叫做 控制有餘 火力不足啊 外面你這樣完全靠著凱特琳的那樣 對 感覺凱特琳要非常非常的飛 然後 偏偏你對上是學長阿琪 那我就 沒有 對這個下路線能 迎線的機會 就感覺上也沒有那麼高 這個 這個看起來不是很妙阿 西方欣賞我的這個 Pick看起來 等一下打起來應該是會讓人覺得傷害很低阿 你可以轉頭看西方小小隊 哇他是要用上路卡薩丁 難道是不出事的AD卡薩丁 難道是我最近在想的納什之牙卡薩丁嗎 高速W鍵盟坎是吧 對因為他那個現在改成就是 有點像直接像Linch Ben一樣 直接疊一個AP傷害再配上他的被動 感覺起來就蠻厲害的 我只是感覺 對 只是一種感覺 對 我也不曉得 他可能會需要一個核心裝 然後再出一個彈力 然後會有一種 有一種類似刺客 可是他有點硬度 會追著你家AD一直打 那種感覺 卡薩丁的早期的時候的設計 因為他是屬於比較前期的角色 他的早期的設定很特殊的 他不是像現在一樣 大家知道的就是說 順上去以後扔你一顆球發一個波動就落跑 那種打法 他最早你看W技能跟被動技能兩招的設計 很痛 他就是有那種魔戰式的感覺很重 有點像賽恩 有點像一波飛上去會很痛 一波飛上去控住你 然後追著你一直砍 那種味道 對 然後再踩你第二個R 你就是被踩死 但是大家是覺得很難用 就是實際上來講 因為他體質偏軟 而且他的魔力掌控非常的重要 是 就是那個R的堆疊魔力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控制 所以後來再也沒有人 就是去管他那招W的被動 那就是 就是除了用來塔下減兵之外 卡薩丁就是最強的就是說 我W 我跟你講我W之後砍兵 小兵超強 我塔下減兵很厲害 他以前的W會毀就是會抽模 就是跟人家砍 然後Q的那個傷害太痛 所以一開始有一種就是 帶點燃出來 因為大家知道之前的天賦 是點燃點掉會有10的AP 他就帶全AP符合 然後一出來就點燃點燃你 然後他就20幾AP 就看到你一直Q你一直Q你 在中路壓線 也是有這種打法 也是有這種打法 對所以卡薩丁算是一隻 非常久的一隻AP 在中路已經經過各種事情 自從Q被各種那種複製 再也見不到這種的 你知道以前Q很長啊 比現在長很多 他以前對線叫做你想去撿兵的時候 他就直接遠遠的Q你 你還不能反擊 對我覺得這幾波Nerf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改動 我覺得他有起來的原因 是因為閃現的距離 閃現距離改動以後 他又是一隻 有這麼長距離 就是位移技能的一隻AP 歌天生就會閃現 對 你看我閃現我還是會閃現 即使他的那個R被砍了一些 就是CD時間 我覺得他現在還是一個 可以配正的一隻角色 尤其在台灣的職業聯賽 是非常紅的一隻中路角色 因為實際上他的那個後期 中後期在會戰的時候 他1的輸出次數很高 對你取到頭以後這隻角色 你很難解他 非常難解 因為他滾動的速度非常快 他有一點類似 那種單打滾雪球的感覺 會有一點點像 譬如說勒布朗那種角色 那時候勒布朗出的時候 被說是卡拉丁2.0 但是後來勒布朗就沒落 因為沒有AE 你活生生沒有AE的時候 帶線的能力很差 帶線的能力非常差 在帶線越來越重要的 S2末期到S3來講 勒布朗可以說是 沒有什麼生存的空間 那最近看到勒布朗改動的消息 就是要改他的那個 要改動他的曲線 不要讓他前期爆發那麼強 然後讓他後 就是有一些清兵能力 對 R跟這個順的那兩招的改動 就讓他清兵的能力 有往上抬的時候 說不定還可以玩 那我覺得卡拉丁這角色 其實像有些人特別愛 我知道像叉燒就很愛 因為他是在叉燒裡面 對 我剛剛其實就想提 就是那時候跟叉燒老師 因為我們在學校是同一所 所以有一直在網咖玩過 那時候叉燒老師的名言就是 這白癡我踩死他 就是各種踩死 就是智障 待會不回家我就踩死他 所以我想要看到叉燒 看到卡拉丁就會想到叉燒老師 我還以為是看到古拉格斯 才會想到叉燒老師 沒有啦沒有 這個叉燒昨天非常憤怒的對我說 那是又到場外聊八卦時間 叉燒昨天非常憤怒的跟我說 你知道嗎 你還說他可以穿我的西裝 我跟你講 李博士穿不下我的西裝 我說怎麼可能 他說你知不知道 我穿得下的衣服是BB的衣服 李博士的衣服穿在我身上 跟披風沒有兩樣 我說 所以他建議的是這個 他很堅持 所以我以為他建議的是得治的事情 所以不是這個 他倒是覺得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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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次那個 沙斯蓋重擊在沒打到的時候 算他失智就變成我了 欸 沙斯蓋失智變成 是這樣子嗎 沒有 所以他們這樣很厲害 我覺得 變來變去 對對對就是可以各種換選手 其實不是這樣 他真的很care 他真的非常的care 一直跟我強調說 喔 李博士的衣服我根本就沒辦法穿 他超大一件 那我們下次就有一個節目 我說我看不出來啊 就是 請兩位來 然後就立刻脫下來 現場換衣 對 我覺得這個節目很 然後也可以現場點字 就是讓他變 哈哈哈 你就是壞蛋 好 這倒是可以考慮看看 叉叉老師 就是選手點完字就坐上來主播台 然後點完字上去打Jungle 剛好叉叉老師也是Jungle面 原來是這樣子啊 好會這樣 喔 不然那莎士蓋也可以說 不然 莎士蓋拿一支麥克筆 說你自己上去重機看看 憤怒的麥克筆 你自己上去重機看看 看你點不點得到 好啦 我們為什麼要一直消費人家 他說奇怪啊 沒去撥還躺那些重槍 這周不是應該躺著在家嗎 這周感覺都不用撥 我覺得好開心啊 為什麼還要一直救援 您不知道在家才是最恐怖的 哎呦麥克風的人最大 其實他很理解啊 他很能理解有麥克風最大這件事情 風氣就是您帶起來的啊 是是是 好是是 我們還是回歸這場比賽 我覺得他們暫停了 因為以現在來說 他們應該是剛剛有的斷線暫停 對現在比賽終於開始了 藍色角落是西貢小丑隊 而紅色角落是西貢星期五 小丑對上星期五的這個戰鬥 我現在還是非常看到出場以後 還是憂心 非常憂心他們的傷害不足這件事情 對尤其是在中路的對決上面 就是栗山佐對上的蜘蛛 我覺得這條線可能沒有太多的機會 那現在你上路也是一隻聖 也沒有什麼機會 那這個雜克他的GANK路線就會變得非常的 他大概只能做一個反Anti-GANK的動作 他其實任何一條線出來 他擊殺的機會都不高 我覺得 那很難啊 因為聖的傷害就不用講了嘛 你要跟聖 不過他有帶點燃啊 可能是可以考慮兇兇看啊 對在前六集卡薩迪沒有R之前 是有機會的 哇有斷線啊 對 那下路線就是凱特林加上索納這個組合 帶的是點燃所以下路有機會做一個反 就是Bait的GANK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我是雜克 我會選擇做一個反敦 只是這九筒可能如果是有學過韓風的九筒 基本上他前期其實GANK也是不多 他也是一個主農性的一種Jungle 對 所以這場這樣可能看起來就是 線上可能會就是西線無戰式 會維持一個護農的狀況 然後到六集大家都有大招以後 才會發生一些零星的小規模戰爭 那我是覺得一集那時候兩邊的戰鬥力其實差不多 可是你可以看在這個暫停的小地圖上面 星空小組隊是分得很散的 那星空星期五是大部分的人都已經擠進了這個草叢的位置 而且下面古拉格斯如果不小心一點被勝撸中的話 那是我覺得會當場發生悲劇 對 他站的位置是有稍微後面一點 對對對 他如果再站前面一點就要出事 好那現在星空小組隊發現了這個路線意圖 立刻往這邊鋸過來 可是當然對方只是把眼睛插一插就會退 那我剛剛還是在討論說就是 我覺得那個立山卓 因為你現在看到啊 因為其實星空小組隊出來的最後的配線是很不傳統 上路的卡薩丁跟中路的蜘蛛 那中路的蜘蛛其實他沒有那麼多追擊的空間 如果對方清兵快一點的時候 其實蜘蛛很難有一個騷擾的空間 但是好家在立山卓他對到立山卓 立山卓前期的清兵很慢 對清兵也沒有到那麼優秀 對 因為他的Q畢竟還是有一些耗膜的情況 所以他沒有辦法一直用那個Q去洗兵 沒錯 好現在這一個開局呢 星空小組隊是監視對方的藍 對現在星空星星我決定擺出逆EU的態勢 這個聖就選擇相對比較有一些就是概念 我覺得這個很有道理啊 因為他事實上他如果不這樣子逆EU打的話呢 他碰到蜘蛛他會崩潰 對那這樣子他們原本可能是想說這卡薩丁的 因為是QTV選的 所以他如果是走上路 這兩個人的線是非常好壓制 就是卡薩丁走中搭的 我知道要用中二去對峙 所以就是把逆EU直接上去壓對方 可是對方也反應得非常快的 讓QTV制度上去E抗2 對不能讓卡薩丁這樣 他的發展會非常的 所以這次反而不是一個掉線 而是一個就是掉選手的一個動作 對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目前各隊開始會希望去做的事情 那光束讓蜘蛛上去E打2 是一個全然正確的判斷 可能也是因為前面那波入侵的時候 有瞄到說對方是不是AD在上面 上半步 那這樣一來就變成說是聖亞E抗2 在塔下這個很難 比較難避免塔被點 然後中路的地方 則是變成是卡拉丁對立山佐 兩個人前期其實也不能幹嘛啦 這兩個人前期就是 裡面還是稍微優秀 已經是把兵推到對方的塔下 對 古拉格斯在這個位置其實不太有事做 前期的Gank不太可能有事 應該也是一個祖農的打法 那現在就是上路這邊點塔的能力 跟下路這邊點塔在拚兩邊的火力 哇那現在 喔上路要產生一個Dive了嗎 在上2的狀況下 可是蜘蛛會掉起來啊 除非他把自己的掉起來那招用掉 我說這Gank不太可能會成功的 扎克鋪進去撞到一下然後扛 也沒有他就拉掉了 這邊我想要講一個東西就是說 又有斷線 這個就是之前 如果大家有去一些國外的一些 在講戰術的網站上面 就是國外已經有人去分析說 所謂的就是六人血 就是說你這個逆EU 然後要Gank上路線這個 你要學會控兵線 第三波炮車進來的時間 你要先把兵線控在外面 炮車來的時候你把兵推掉 帶著一波兵進塔 這時候的這個三人Gank才會是比較有效的 所以這邊這邊西空西區沒有處理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惜的地方 剛才記得老師講的這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個兵線的控制是 你讓兵線稍微停在外面的時候 它可以堆 對 可以堆一口兵進來 你的小兵可以堆到兩波 就是大概大致上場面上約有10隻小兵左右 就是你這邊有10隻小兵 然後等到炮車這一波來的時候 你一大波進去是超過10隻 可能12隻左右帶炮車這樣子 對而且炮車扛塔能力非常非常好 比較強 對 所以你進去Dive你只要 大家拉得不錯 而且你會掌握那個塔的攻擊節奏 你甚至可以被塔打到一兩下的情況下 就成功Dive掉那個人 所以你現在這個兵線 反正是卡在塔前 這個時候你這個Dive就是不會成功 很難做啊然後 蜘蛛又會掉 老實說這個Gank 我不覺得有太大的機會 即使雜克有被動 我也是不覺得有太大的機會 尤其是你帶了一波兵線好處是 就算你Gank失敗 對方被您中號出去 你可以把這個塔成功的銷掉 很大量的血量甚至推掉 而且他也會損失非常多的錢跟經驗值 對這就是說 有些時候 就我覺得英雄聯盟有趣的地方就是 大家戰術學得很快 可是很多更細節的東西 你不懂 可是你去多了解以後 你就會看到 哇原人家為什麼會跟我們有這樣的差異 因為我們那時候打也是 我們一樣逆EU 可是我們的塔就是比對方先掉 然後我們去看了很多場 韓國的他們是怎麼去處理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才發現原來關鍵在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現在在推塔的節奏跟這種 因為塔現在很難塔殺的原因 是因為塔的攻擊力實在是 對有點強 這個板實在是蠻強的 所以這兩個原因 就是你要做到速推的時候 其實很多細節 像是記得老師說 就是說為什麼頻頻是逆EU 然後三人代夫上 為什麼人家可以我們不行 到底是什麼原因 那也不通常也不盡然是角色的問題 到底是什麼原因 那很多細節 對兵線其實是場上另外一個 你不太要去注意 但是其實是很重要的勢力 他們說所謂的第六人學 就是因為兵線就是你的第六人 你要怎麼控制這個第六人 是現在所有隊伍都必須去精進的一個問題 那它很難的地方也是在於說 因為兵線不是一個真正可以操控的東西 你只能去調整 因為它有時候有點感覺 對有點感覺的東西 有時候你看到已經來不及了 就是 這真的是各隊伍都必須去掌握的東西 是 反正現在看起來是西貢小手這邊 下路已經成功的把這個 勝給中奧出去 那這個塔可能 血量失 我猜鏡頭沒有帶到 可是應該是已經損失的比較嚴重 一定是的 因為上塔這裡其實只削了一點點下去 那下塔肯定 因為加羅也是員工 肯定這邊血是削掉很多 我覺得很好奇的是 他們不是應該在同一個宿舍 所以他們紛紛斷線的意思是宿舍網路 可能是互相踢對方的電源 網路線這樣 互相內卡對方 對 馬上又內卡軟體把它卡到斷線 如果他們是在同一個宿舍 我真的覺得 就是又打這種 有戰績壓力的比賽 我覺得還蠻怪的 就是輸了 就是學弟 贏了輸了出去要安慰還是 對 只好互相咆哮一下 輸了就下去蓋他腦 好 那其實這場 因為你知道才剛開打 所以能講的大致上的講差不多 我覺得 這樣看起來還是會覺得說 除非栗山左右有辦法飛起來 否則這個 西洋星期五的威力 傷害不足的問題 你看比起對面 西洋星期五隊的火力多強 那個卡拉丁火力不錯 然後蜘蛛 前期火力也很高 然後伊德瑞的加羅也是屬於一個 可以有一點攻擊力的幅度 那這樣等拖下來 其實你會看到雙方的攻擊力的差異是大 重點是還有一個很 就是值我們去注意一點就是 其實基本上卡薩丁這隻角色 你要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的Jungle最好有親密能力 能接兵 因為你的卡薩丁 在一定的成長以後 他會開始跑線 這時候中路的兵就會沒有人吃 這時候如果你選擇的是 就是九桶人罵 或者是一些比較夜取這種 可以快速清兵 然後吃裝備的角色 這個搭配就是非常不錯 所以我覺得 合理運氣這個卡拉丁到時候 會讓一些兵給九桶 九桶到後面的那個傷害也會非常恐怖 他的裝備會比一般的裝備還好 現在來看雙方推線的進度 你可以看這個逆異物推線的進度有很多重要 剩這裡的塔呢 血量到底是多少 比較好的地方是因為現在這個多蘭盾的改動 就是可以多買兩瓶水 這對於就是聖康的逆異物 其實差不多嘛 其實完全是差不多 不如我們的預期 他這時候是加入了Jungle三個人來壓塔 而古拉格斯的位置 他現在轉頭想要去支援上塔 上塔開始受到重傷害半條 古拉格斯還要一陣子才會到喔 等他到的時候 這波小兵也其實已經清完了 我覺得這片子就是古拉格斯的判斷 我覺得剛剛下去吃這個三郎 其實有一點沒有必要 不如跟著這個 因為對方就已經擺明 就是三人壓力 哎唷 雜克被綁到了以後呢 交了閃線 因為雜克現在不能死啊 他雙buff 他一死這條線就崩了 可是他的軟泥還在 只是他可能 因為大家如果知道就是軟泥 九桶非常counter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丟給九桶 這歷史軟你快聚集到最後的 然後再引爆 哎唷 後跳還中蜘蛛絲 那但是 其實 剛才那個他後跳還中蜘蛛絲的時候 這兩個人可以考慮上 但是你知道為什麼沒有上嗎 因為蜘蛛OOM 沒魔啊 他前面魔號的很兇 為了抵住這一條猛推的線 他拚命的丟招 這個就是魔用了 有點兇 九桶直直的撞到凱德琳 後跳以後被點燃 蜘蛛掛上去下來 沒想到對方有個光盾 九桶腳閃線以後 用肚皮硬撞把他撞死了 Double kill 我認為這邊是 古拉格斯跟蜘蛛的判斷有點錯誤 對 對方的閃線cord非常重要 有成功的把蜘蛛 上吊下來的那個帶到塔內 然後 反點了以後一個 索納的點燃 造成了蜘蛛的死亡 那這時候古拉格斯一定 因為他判斷應該是基本上 蜘蛛死定 所以他一定要把這個頭拿到 他要讓First Blood的那個 優勢是在自己的方向 可是他沒有想到自己 就是塔的傷害有點太高 那真的很高啊 那不是開玩笑的高 所以我覺得 現在尤其是你是Jungle 或者你是下路啊 等級比較偏低的 你不可能扛得住 中路來講也很難啊 我覺得現在能夠扛那麼多 下塔的角色幾乎沒有 可是現在中路這邊 栗三卓是有成功一下知道卡薩迪 那這邊卡薩迪的發展 就會受到一些影響 這跟不知道是跟QTV 自己對於中路的掌握可能 本來就沒有那麼好 我覺得卡薩迪本身前提 就是一個很憋的角色 那如果對方有一個 有遠距離攻擊的手段 卡薩迪可以欺負一些沒有遠距離攻擊手段的角色 但是 對方有的時候 其實卡薩迪不怎麼樣 對可是在這個時間點被壓了大概一倍 因為是49對25 這是一倍的視野之處 是有點稍微高 當作因為被索娜賺到很多的關係 蜘蛛回來以後竟然 那紅紅的不是紅金 我看錯了 這個藍buff就是會造成這個塔非常的難守 因為索娜的回覆力現在自己就是太強了 無限強啊 馬上呢 June呢就衝過來想要把這個藍buff拿回來 可惜聖已經有大絕啦 他給了凱特人一個大絕之後呢 把對方射著跑 蜘蛛打到殘血一百多滴血只好撤退 撤退結果聖的這個閃現跳人沒有成功 可是他丟刀加點燃殺死了蜘蛛 好賺 上來賺了一個 喔 卡薩丁來了 卡薩丁來了 這時候有兩個目標 他上前之後呢 索娜的大絕燒慢了一點點 他如果再快一點點就不錯 這時候覺得索娜 哎呀 休乃你撞炸歪了 炸歪了以後呢 卡薩丁說沒關係 讓我來 讓我來 然後衝上去 成功的打出了一個double 就是 June把他的藍buff給拿回來 對 卡薩丁的發展立刻回來 拿了一砂兩砂 差點沒刷到 那卡薩丁這樣賺超多 然後我覺得這波前半段的時候 其實星球星球打得不錯 但是應該要見好就收啊 尤其是在 卡薩丁往上路跑啊 栗珊卓難道沒有給隊友提示嗎 這是比較令人懷疑的理由 還是有把奴隸把中塔推掉 這個是這個判斷還是就是很正確基本 如果他這時候還繼續往上跑 那個可能就會被罵了 就是腦包中路 人來了不會推塔嘛 真的 但是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就是隊友應該能夠告訴他說 卡薩丁跑走了 他們應該可以急早再早一點推 他們那一波打完了 我覺得 那個炫殺到那個 點燃帶到那個 就可以 就全體落跑 是我我就三隻都落跑 你們那個血量真的不能再打 那現在這樣子掉了一座下塔 成功的換到中塔 其實上路的擊殺數是比較少的 應該是虧的 造成了一個700塊的劣勢 主要才是來自於說對方投比較多啊 栗珊卓現在走過來無所畏懼 你看 這個人然後無所畏懼之後跟著閃閃 隊友沒辦法打嗎 蜘蛛上吊以後下撲 是撲在凱特琳旁邊以後 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打不過凱特琳 拿個一個前跳 然後緩速拳之後呢 原地大絕 這個大絕完全的空打發生什麼事啊 而且就是這個 我覺得剛剛應該果斷繼續追蜘蛛 這個九筒擺明就是過來吸引你的 這不好追啊 你不好追啊 那些卡拉丁又來 你追一個就是有紅藍霸鴻斜的九筒 我覺得剛剛那個蜘蛛反而是有機會受掉 因為那個 第三組的大絕還在 如果下一個那個動法出來 哎唷 索納這個大絕救命來得及死啊 然後這個時候一個大絕炸 只有炸到索納 那阿阿有益之後瑞爾刷打也沒中 但是耗掉對方一個光盾 這時候卡拉丁閃現 這個往前 R往前跳以後 成功殺死的凱特琳 我覺得那個打得太猶豫了 跑掉久了 對 這個 Egg 兩次的跳都沒有成功的跳到人 那其實就是雜克這隻角色 最主要的技巧就是你的意要夠準 翼三卓來了 翼三卓一個前跳以後呢 用大絕定住了伊德瑞爾 然後聖的嘲諷 雖然有到 但是伊德瑞爾的奧數月千也有出來 所以就被他給跑了 這個傷害是不夠的 尤其是Nix玩 翼三卓他直接上了一個720的斗 欸欸欸 然後QPP殺死的雜克在塔下 現在就要殺死的雜克 而且翼三卓竟然是Recore回家 從家裡走出來 那這個塔你要守不住 我 對 因為剛剛那個位置他判斷應該是 就是 勝走了這條路是危險的 那是有一點啊 但是翼三卓會說哪 他現在這樣做出來 就是有一點 這座塔就是有一種 白被削的這麼危險 一定是 因為蜘蛛還在上面 你們出來的重整 你這樣拉他們回家 你中路的兵線的優勢就沒了 如果你剛才可以 成功的騷擾一些 你現在可以去做一個吃龍的動作 因為中路的兵線是壓得很漂亮的 是是是 我剛才也在想龍過這件事情 可是你看 驚人小組隊顯然就是還想再殺 這個奪法就是叫做 其實我沒有想要撤退啊 你怎麼會覺得我們要退了呢 我其實是想要殺你 就是說這 兩邊的勝直接去上路這個動作 的確他是有大決 所以他可以做一個支援 可是我覺得這個紅buff 不會比這條龍來的那樣的重要 就是趕快把這邊的飾演搶回來比較重要 現在反而讓中路的兵線的優勢沒了 現在中路被帶回來以後 下半區的野區完全是掌握在西龍小丑這邊 那這條龍基本上就是在對方的口袋中 喔這一個古葛克社大絕其實只有把索娜 稍微卡住了一下 並沒有很大量的就是 給予他傷害或者是給他大量的位移啊 所以索娜其實只扣了半血 因為這九筒的出裝還是 達克跳出來這次有撞到 然後凱特琳直接給九筒一個大絕 可是九筒其實還有魔 他還走得掉的感覺 走掉了 那 阿奇在這裡踩到了陷阱 所以讓星恩星球覺得這半邊好像又快要不能打 對如果你現在這邊右下角這塊視野完全做不出來的情況下 有了 差了一個紅眼 整個紅眼就對了 這知道索娜在一直想辦法做 可是對方的九筒就是在抓住你這個地方 想要單殺你這個索娜 我是覺得索娜現在這個血量還算蠻健康的 而且古拉格斯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攻擊力 所以他想要單殺索娜我覺得不太可選 他的出裝比較不一樣 對可能就是有些會選擇是上了一些 那叫法系的那個戰魂 你是說亡靈戰魂 對亡靈戰魂 他是上了一個比較偏彈的 我每次都想要喊說四鬼戰魂 四鬼戰魂 對因為他那個三種戰魂分別是紅霸佛藍霸佛跟四鬼 三郎表示為什麼沒有我的戰魂 雙十像表示 嗯嗯 啊啊啊啊啊要被單殺了啊啊啊 這個雖然不知道前面發展了什麼事 但我覺得他是死定 那現在這就是完全進入了西劇共小丑的節奏了 就是卡薩産的發展已經在12分鐘有402的發展 他待會應該不到14分鐘他的時光會出來了 他時光就好 這個卡扎定就會很難阻止 超痛卡扎定 你會看到那個索娜只要被Q噴然後點燃他就白了 對這個時間點你就非常難打 你的索娜完全不敢出去見視野 娃格斯俠來俠路去吃冰 他真的可以吃到很多冰他好快樂 對但是聖的發展也不好 你的帶單線的能力也贏不了對方的自主 這個定義屋基本上也是宣告失敗 火斗沒有拿出來之前聖都不能怎麼樣 而且你出火斗也是對抗不了 對蜘蛛來說其實沒有太大 對抗有三法傷你有注意到 就是卡扎定加蜘蛛加古拉克斯 這時候要緩住雜克 把雜克綁起來之後雜克人戰在追擊 在這裡扛了小兵突然覺得 背後涼涼的想要回頭走 因為蜘蛛打他其實太痛了 他這裡有點受不了 但聖飛了他大絕 這時候他也彈大絕 蜘蛛掉起來往左邊撲小兵落跑 速度非常快 希望星期五完全沒有反應到 而且這時候卡扎定也從後面來支援了 現在有機會 讓來以後 他好像Q到小兵 你看他好像Q到小兵 這應該是一個智能師法的fail 對 其實剛剛那個傷害是Q不死的 以雜克的那個血量 哇 索納的這個閃現究竟是 他想要閃現一口氣把佳羅打死 佳羅其實沒有先知這種值得打的目標吧 那接著是阿奇刷一個大絕 古拉格斯也進場以後呢 現在阿奇很想要把這個 索納點死但最後沒有成功 索納他這個閃現大絕我覺得有點太誇張啊 對 他可能前面拿了兩殺覺得自己有點強這樣 所以 可是他是出眼神阿 先生你不是出閃耀劍阿 如果你是出閃耀劍阿 如果你是出閃耀劍我覺得你這個 我好像有點強 對 他閃現過去大絕然後 這栗三卓完全沒有再可以 因為剛剛那個情況下凱特琳的傷害也不夠 一定是要栗三卓在 那可是他剛剛在的位置沒有辦法進行輸出 這也是一個配合他 剛才只有凱特琳支援得到 而凱特琳並沒有那麼多傷害 這QTB應該就不會死阿 他可能就被嚕了一下掉了很大的 可是這波消解是成功的 要不然這個兵線其實很難受 因為台上就在旁邊Q你一下然後往後阿 你的血量夠低的時候你就必須讓那個打 就來爭奪這裡的眼衛 這個藍buff 大老婆的守護戰阿 大老婆要被炸走了 真的被炸走了阿 這個不太舒服阿 我覺得西空氣球這樣真的不太舒服 你看已經被學長搶老婆 那有著很傳統的學長跟你搶妹法的這個故事 學妹是我是學長的 學姐也是學長的 通通都學長了就對了 現在這個有點難打阿 學弟連便當都要吃不到 我覺得這個有點慘 西空氣球隊完全得理不饒人阿 這兩個人的站位就叫做 你這個塔不要守好不好 這個酒桶就是我剛說的 雖然他先起了一件坦裝 可是他的 因為他等級上的優勢 跟他吃命上的優勢 其實你看得出來他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其實不是正常的優勢 他在做的事 他在做有點像APK 對有點像中路 對對對 我在一直盡情的poke對方 這個poke的血量如果再一直被壓下去的話 卡拉丁直接飛進去收頭 這很恐怖阿 那現在你現在勝的那條線也非常的危險 因為你隨時不知道什麼時候卡達的路 他們兩個人同時拿招丟凱特琳 凱特琳瞬間剩下一點點線 那這個中塔又二塔又要守住 好慘好慘 好慘好慘好慘 那狗阿格是真的是 他的這個等級拉得很高 所以他真的是很像中路APK在打的打法 對而且這隻角色 他為什麼會在就是Jungle裡面 就是有一種AP崛起的角色 第一他的機動性 第二是他的反開門 只是一隻Jungle能有 因為他比較偏poke型 那他很好的 他可以去補足那個反開門 因為通常如果你當你的其他角色都選出來的時候 你只有Support或者是Jungle有機會去有一個反開門 對 尤其是通常是輔助 對 這反開能力就是 我很克制到對方這種強開一波的 這就是雜客跳進來 然後要接勝的嘲諷 然後加上一個立三角的控場 可是你只要這個劇本 完全被一個大的Jungle 殺在一個好的位置 你這個劇本演不出來 你沒有大招 你就完全是 只被像剛剛那樣的壓在他一下 沒有機會出去打 而且現在雙方的 我也不知道這個怎麼一回事 今天經濟實際上並沒有被拉開好幾千 就是三千左右 對 但是實際上打起來看起來很像是被領先四到五千塊的那個傷害差 很快 這一場西貢小丑我覺得節奏掌握也就是對的 他們有發揮到他們的那個陣型的那個 如果他這樣打這三千然後還沒有去做這個前壓 我就覺得那你只是在學其他人 在學韓鋒的皮毛而已 對 事實上你是這三千里錢就足夠你去做壓塔這件事情 你看好像西貢小丑對最重要的其實是上路的一塔 因為那個是免費的東西 那我知道 我剛才稍微想了一下 我知道為什麼傷害看起來會有這樣子的一種差距 其實主要是在於西貢小丑的角色都不痛 對 而且他們其實輸出距離都不算太遠 都不長 對 只有凱特琳一隻 可是凱特琳他根本不敢上去點 因為他只要點的時候被吃到一個九桶加一個卡薩林的Q 他就半條線了 他就要死了 對 準備要死 那麗珊佐的那個輸出其實 他距離是有 可是他非常就是藉由中間的小兵 你中間有小兵給他Q 他的那個才會彈射到後面 對 可是如果是塔前那個小兵不見了 沒有的時候他根本就只能到那個超遠的位置 他那個位很短對 對 但只有700的左右的距離 而且 你說塔前小兵那頂多就是給你Q一下啊 那C也是要CB啊 哎呀這樣真的很難打之處再帶上路線 卡薩林這個初段我就覺得有點比較 是沒有必要出一個武術線 武術啊 武術就是他把自己當Jungle的意思 對他想要跑得非常快 可能想要一直上去殺那個聖堂 他想要高速跑線支援 你看他現在 可是他的傷害就燒險有點低 對 你這個是魔穿鞋 老老實實的魔穿鞋 剛才那一下應該是很痛 哇這裡 哎 啊 佳羅是不小心啊 他太不小心 他直接吃到 他想去搶這邊的視野 沒錯然後直接吃到栗三卓 大絕變成冰雕了以後 在這裡被集火殺掉 他可能 啊 就是花女沒有想到 其實 你的隊友五個人裡面只有你沒有自保的能力啊 五個人都可以跑啊 你跑不掉啊 你只能中花 反覆的完全沒有受到任何干擾 反覆的就是 R上來QE 然後走掉 然後過一會再R上來QE走掉 其實這種 反覆的無解消血是很煩人的 然後中路阿琪一個人 扛著小兵在打中塔 中塔就這麼的爆 他應該是跟栗三卓換血 對 打栗三卓 可是栗三卓沒有大絕 因為大絕絞掉了 然後換輸了 所以中塔就被破 然後接著下塔也被破 然後上路的塔這樣 也被壓制 對 也被壓制 那西空星星五是陷入一個全面被壓制狀態 就是直接掐著對方 就是直接掐到自己 那迅速拉開你有沒有發現嗎 突然就攀升到5000 就是因為剛才這兩座塔連打下來以後 經濟就變超大 對 就是我們所謂的新速推的那個重點 就是說你前三卓拿到這3000 它的組合會讓你在這個時間點裡沒有辦法 靠著二塔就是距離相近的這個特性去做反推 這時候再下這三塔 這個經濟就是拉到5000到8000的距離 這時候再來打團戰你也不會 哇這時候 卡拉丁順上前以後 Q凱特琳 然後呢 古拉格斯也跟著衝進去 然後丟R 可是這一波 大夫的太深了 然後大夫的太深被塔打爛了 對 而且蜘蛛在上路被聖單殺 現在聖來下路支援 這波是大好突然變成大壞 各種大夫被殺光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蠻嚴重的失誤 我覺得你剛剛 那波的確是一個可以嘗試 九筒如果炸得夠好 出來那個人收掉退掉 是一個最好的劇本 可是你炸失敗 真的沒有必要所有人跟進去 你還沒有 你聽到說遇到立三卓以後呢 兇了他一下下然後閃現落跑 立三卓一定很悶 這有一種沙紅臉黑龍的感覺 對 就是你真的是不應該 他們剛剛那個代普塔是真的不應該 因為你並沒有補裝 你的經濟還沒有換成實際上的優勢 而且他的戰位是超級分散的 就是說上路一隻 中路一隻 然後下路三隻 那你三隻想要賽事人家 當然就沒有那麼快 而且你的精髓就是人家送上來 你往後退 你的精髓不是衝進去打人家的臉 對對對 你這不可能跳進去 又跳出來 又跳進去又跳出來 你不是在演那一齣那個 修品製麻款 對對對 別人一定會打你臉 對對對 哇那突然就拉到 頭是平的 然後經濟又縮回了三千塊 這一波 哎唷 Viswater本來想要秒殺 但是立刻被冰雕 冰成冰雕 那這時候他跳走 可是還是感覺要死 果然是墜掉 墜掉 這時候卡薩丁要稍微秒一下 這個時候 踩上去1 真的踩上去1秒殺砸可 誒 蜘蛛蜘蛛蜘蛛 蜘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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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好險 不要嚇我 你居然還有閒情意識在那邊打這個小兵 我算是蠻厲害的 盛進來以後 給蜘蛛一個點燃真的把他點死了 不過自己的身陷從圍在4個人的圍優下 損失一條性命 那時候呢 那賈羅丟小花 多扛了一下塔 然後 阿呦 綁到喔 挖起來囉 果然是被秒 這一波打的就是 這一波就好 這一波就是正常的一個打 他們沒有 他有做一個拉打 就是我招丟的就往後推 而不是一股腦的往前衝 聖剛才我覺得很好笑 他衝進來就只是為了把蜘蛛點死 到底有多氣 他在上路就是被這個蜘蛛壓到已經有一種惱羞了 拿命去換這個其實不划算 尤其是在防守的時候 對 尤其是你是帶有一個礦場的角色 等隊友出來 有機會做個反打 就是 在守兵塔正職用人之計 你把你的寶貴的性命浪停掉之後 有勇於萌形的舞蹈 沒錯 就守住 你只是個蟒夫 對 他可能是因為看到尼克斯瓦特就是 打在打上路吧 他覺得被一個打中路的在上路壓制 有一種顏面盡失的感覺 所以 怒殺 怒殺自己 好 扶下來之後呢 立山佐就是給他一個兵 然後 他大絕是扣的還是還沒轉好 還沒轉好 那麼 後退了 後退 球筒這些角色 Jungle就是 強在這邊就是 他的機動性實在是真的是太好了 這個 這個跳舞我覺得就滿漂亮的 視野外的距離非常好 卡薩丁依舊是非常兇爆的在追擊的 稍微拉打一下以後 伊德瑞爾大絕刷進來以後 然後卡薩丁再順進來再給一個衝擊波 這時候 Q的時候我非常聽到緊張 結果沒有 他奧夫越線好了以後 躲一個立山佐的攻擊 反身把立山佐刪掉的那一瞬間 就覺得 哇還要贏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視野跟地形的一個 判斷的非常準確 這是我覺得 花女跟那個 阿群的配合真的漂亮 他們兩個拉開 然後你追哪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就是 另外一個人就是 輸出過控場 我們來看看他剛才最後的地方 首先是 阿群這邊在側邊打的時候 沒有受到任何的干擾 可是凱特琳也是在free輸出 對 兩邊都是free輸出 那凱特琳的血 事實上也是滿高的 這邊擊殺掉卡薩丁 我覺得 原本我認為會贏 因為他們的勝還沒有死 對 然後而且你看 其實阿群有被削到一點點血 Burning的血比較好 但是他們 他們兩個人左右這樣拉距離 先勝先殺掉 然後兩個人左右拉開 打他一下 這一下Q沒中的時候 我覺得他完蛋 但是他立刻拉開距離 而且呢 在這邊用奧水月圈 躲掉立山佐的Q之後呢 成功的把他給打死 然後再加上 再加上那個 傢伙的大絕 最後的那個大絕 真的是神來一筆 那個擊飛 對 我覺得剛剛有兩個失誤 就是凱特琳那個獵王 沒有放得夠好 所以他沒有在 第一個時間就把那個花女擊殺 第二次後來接上來的立山佐 兩個控場其實都是失誤 對 他的W跟他的Q都沒有 成功地打在伊利身上 對 這有時候我覺得 有點可惜 要不然那一波其實 應該是有機會 海西貢龍星期五 剛開始是有一點機會 但是這樣子被殺光之後 經濟就突然又有起 對 因為剛剛是 成功的勝 有控制到卡薩丁 那是一個很難免可貴的一筆會 因為現在卡薩丁就是 一隻真的就是 跳進來又跳出去的角色 你根本拿他沒折 你是有控場 控到那個時間點 才有可能把他擊殺掉 蜘蛛出一個sash是想要解什麼 他是想要解立山佐的大 對 他應該是要解立山佐的大 因為他現在的想法是 我就是一個 最容易衝到隊伍前排的人 哇 身在這裡被EZ 白打了三分之一的HP 那這樣子他就要回補 他回補的時候 上路蜘蛛加EZ加9桶就有 對 這個上塔應該是 上塔應該就不見了 然後其實新聞小隊 還有一個裸的中兵已經可以打 所以他等一下沒有必要繼續攻擊 現在等卡薩丁把藍buff吃完以後 對 就會 卡薩丁會把下路的兵 稍微往前大一點 以後直接中路集結 這個轉中就是 這個時候來打上兵營塔 因為對方的防守 我覺得慢了點 納克跟聖德戰的位置都比較後面 卡薩丁還沒有來 所以這個時候轉向中路的裸兵營是正確的 8樓吃完了 然後有一個兵營可以吃 吃完就是狀態折迦 這個大絕還不錯 然後配合卡拉丁跳起來 那這個時候紮克想要鋪 鋪到加羅 他不想要放大 加羅的大絕是一個空大 有啦 其實有扣到紮克一點點醒 沒有只一眼 然後QTP 上去第一個目標就是先Q立山佐 因為立山佐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對過的 他很怕被冰在裡面 那他瞬進去只要有沉默到立山佐 他就可以非常自由地走出去 對 這邊對方沒有任何 除非剩有一個好的嘲諷 像剛剛那個嘲諷 對 而且那個嘲諷真的是 我現在很可憐 剛剛那波沒有掌握到我覺得 現在西攻星期五要贏的機率 我覺得已經非常低了 剛剛那波是可以AX的 如果是操作的得當 可是有些時候我覺得你列四方 就是有一波的機會 你沒有把我打落 他想要跳上路 但是跳過去以後其實 對方就是各種閃 沒錯 九筒可以1 然後蜘蛛可以上掉 然後蜘蛛可以AX 基本上很難跳 你只能跳一個花女 那花女被你跳到 他索性就是在死前 把所有槽放在地上 他就在地上 最後把所有槽砸完 然後還有兩顆加速花 他就無敵了 他基本上躺也好 剛好最後一個 他有一個增傷 對 蜘蛛的時候被殘到一下 然後現在正在努力的 想要繞跑雜克 不斷地追著他 但是這個時候西攻星期五突然覺得 自己的隊型拉得很長 而且蜘蛛正在反打雜克 雜克覺得很痛 這個查克有一種 你們怎麼拋下我的感覺 對 早上說怎麼會這樣呢 說好打他們 結果新聞挑戰隊又是分開 上下分開 上下各自為陣 剩下一滴血 最後終於被EZ磨倒 EZ倒掉之後呢 EZ打死了勝之後呢 現在再回頭把這個塔打掉完了 是一個各路崩壞的局 剛剛那個畫面是一個Jungle 大家要知道這個球場是一個Jungle 對 Jungle在追殺一個上路這個畫面 對齁 哪裡怪怪 星期五已經就是剩下最後的一個堡壘 就是祖寶雙塔 這個定不錯 這個大絕蠻好的喔 阿奇倒下 阿奇倒地之後呢 現在是他們最重要的輸出掉了 最重要的輸出掉 現在剩下Juni跟QTP在這裡 然後基督在上路完全是不問世事 他真的馬上就破塔 現在這三個人其實不在拖時間而已 好沒想到拖時間還拖到把芬妮殺掉了 那那那這個就太賺了 好蜘蛛說我在破冰零 等等喔 等等喔 快爆了喔 要爆了喔 爆了喔 那現在這個爆了以後就只要 三路冰零全爆了喔 那你應該是魯珑 魯珑等六隻小兵呢 在家裡面就是跳舞等結束 魯珑補個血 唉唷 瓜哥是這個大絕散散的好啊 那麼再加上QTP跑出來之後呢 現在應該是 所以拖到自己是差不多 聖想要飛走 抱歉太遲 太遲了之後呢 聖大絕被破死掉以後 他還bat到自己的手 然後你手上看 我有盾耶 我應該要回去幫忙 然後就 自己也死了 這個就好像這個很多 你知道嗎 像他這種妖法被破的時候 通常是會吐出一個天使的 會受到反震 聖的這個大絕不一樣妖屬 唉唷 我出來直接被綁 再被加羅綁 然後再來 瓜哥是上前 三個人就把他給圍死 對 一波帶走了 就是最後一波的攻勢還沒有過來 就已經結束了 他這個最後一波爆兩路兵 你的超級小兵可能都還沒有來 對還沒有來 最後一波 第一百波還沒有到 阿其說 阿其說上不了鏡頭 大家看阿其還在家裡嘛 走不出來 因為剛剛還噴掉 剛剛是被 一個栗三種 其實剛剛那個定蠻漂亮的 三個人 很好 栗三種剛才在大隊 然後手難有接到 所以第一個時間點擊殺掉 可是就是卡莎丁太肥了 後來那個卡莎丁又飛進去Q 點燃那個凱特琳 然後凱特琳就 然後就直接死了 對就被燒死了 沒有辦法反抗說 怎麼會這麼痛 怎麼玩 阿就死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他們差距是蠻大的 但我覺得 這場西洋小隊的節奏 算是抓得相當的緊 就是沒有太大 就沒有什麼神遊的橋段 我覺得很好 就是基本上來說 這場他們打的算是 這個組合感覺就是 感覺他們有想要贏 對我覺得這個組合是 那有一些地方不好 就是譬如說 那個上中下路分開 然後下路還Dive 對那個就是有點腦衝 那個太衝了 但是其他的部分來講 節奏都算抓得蠻緊 但是我覺得他們正在熟悉這種 就是快推的節奏 對他們來說 我覺得是蠻有幫助 對今天這個調線 也是蠻讓我們今天 QTV去打中路 然後Nix Water打上路 結果QTV的卡莎丁掌握 其實真的也算是不錯 對幾個跑線就是 真的是來自隱隱之中 就是忽然就來了 對 我覺得QTV很適合這隻角色 可惜他只打隊伍的上路 我覺得他自己很適合卡莎丁這個 因為他 他就只能玩波比起家 玩波比起家的人就是喜歡單殺 對就是喜歡衝進去 他一直應該要玩卡拉丁阿卡莉這種 這種是最適合他 他不要去玩一些 他不是AP彈 他就是AP刺客 他如果他玩籃包什麼的 又很怪感覺就很怪 對感覺那個大爵就是會飛到樹裡面 對 好那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團隊 結算的積分面板 其實後面經濟差算是被拉開的 那在人頭上面你也一直有看到 卡拉丁一個人打了910這樣子的鬼神戰機 那是全隊最carry的一個 確實他是有打出來的架子 不過我真的覺得武術鞋可能沒有必要 因為你其實已經算很快的一個角色了 你不會因為你的那個武術鞋更快一點 而且磨穿的價值是很高的 對因為他現在是零磨穿 如果只有符文大概也只有不到10的磨穿 價值是很低阿非常低 那你看對方其實有兩面軍團隊 應該說你全隊都是長了一大堆 就是兇神二殺 通通都是AP傷 你看上面三個 對方就是要雙大軍團的節奏 對方就是要出兩個大軍團 如果說萬一對方出得夠快 其實你不出磨穿你會吃別的 對好險是這個Arch的農力 也真的是有點厲害 對29分鐘263隻 算是及格的一個分數 農得不錯阿 然後加上Kill也很多 所以他其實裝也蠻好 只是會戰的時候 剛才Arch打那個quadra太連的印象深刻 其實前面幾個會戰的時候 你都找不太到他 因為他都在別的地方分推 對 我們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都在別的地方分推 他不太想加入會戰 那我覺得不太想加入會戰 就是你打算貫徹分推也好 但是他的隊友又很兇 因為古拉格斯卡拉丁跟伊莉絲 都覺得說我們超強的 所以他們就一直去衝對方 然後所以才會有那個 待不失敗的那個 對 Bernie這邊的出裝 我覺得就是他被 就是沒辦法 因為對方的AP傷害已經太高了 他現在必須 他現在看起來應該是要出一個女奧 對 所以他去藏你以後 他的攻速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其實傷害就是不夠 他就是不太高 對 整個團隊的傷害不夠 好 恭喜西貢小手隊拿下這一場 兄弟之戰的勝利 所以下級三木球 星期五還沒有能夠成功打敗 對 零勝二敗 那今天的比賽 終結西貢之夜結束之後呢 我們看到的是 小手隊拿下二連勝 而星期五拿了二連敗 這個兄弟兩樣請 回去應該好好請弟弟 吃吃宵夜 喝點飲料 喝點飲料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今天打完之後 十二敗 戰機 戰機的結算 HQ正式拿下 十二場的連勝 保持100%的勝率 蠻厲害啊 有一種第一季的 TPA的那種吊吊 開始顯現出來 十二連勝 那再來我們看到 第二名西加坡先鋒今天沒打 一樣是十二場以賽 那麼十勝二敗 再來是台北安殺星今天一樣沒有出戰 然後十二場對戰是 七勝五敗 往下看到星空小手隊今天 拿了兩場勝利 拿了兩場勝利 七貢之夜 七貢之夜 那麼捷紅坡獵人 就被他擠下去了 洗牌啊 沒想到他四七突然變成六七 把捷紅坡擠下去 捷紅坡哭 再來看到 馬牙獵鷹曼谷軍人隊 兩隊都是三勝九敗 而唯獨只有 西貢星期五 連吞兩敗之後 噴到第八名 可是他是比對方 比大家多賽一場 多打一場 但是就是還是很苦啊 連吞兩敗真的很慘 所以關鍵就會是西貢小丑 跟下一次TPA的交手 對 因為這會嚴重影響到第三名的位置 沒錯 好 以上是今天打完之後的一個戰績結算 我們來看下個禮拜的賽事預告 從下週開始真的就是每週要打九場啦 我們來看六月二十八號 下個禮拜就是六月結束的時候 六月二十八號星期五 晚上七陣子的GAME1 是由AHQ隊吉隆坡 晚上八陣子的GAME2 是由曼谷軍人隊也要對戰吉隆坡獵人 晚上九陣子的GAME3 則是馬牙獵鷹 對象台北安殺星 這是六月二十八號星期五的賽程 接著我們來看六月二十九號 星期六晚上七陣子 哎呀呀呀呀 是第二名的對決啊 AHQ大戰新加坡先鋒 如果AHQ能夠再打下新加坡先鋒的話 就離他們這一季想要撐王之路更近 季後賽門票不遠了 對沒有錯 好接著來看晚上八陣子的GAME2 是馬牙獵鷹要打曼谷軍人隊 接著我們看到晚上九陣子的GAME3 則是又一次的兄弟戰爭 對 再來我們最後看到下個禮拜六 六月三十號星期 下個禮拜天 六月三十號星期天 晚上七天者的GAME1 是由集中破獵人出戰AHQ 再來晚上八天者的GAME2 是西貢星期五 要打台北安殺星 晚上九天者則是 哎呀這個是新仇舊 或是宿敵大戰 西貢小丑隊大戰 新加坡先鋒 下個禮拜AHQ要連戰三場 換句話說下禮拜打完賽季就過半 過半如果他有辦法 再下個禮拜三場全勝 還維持勝的話 那他就是已經過半的 那個魔術數字應該就可以慢慢的浮現 對 好以上是下週的 六月二十八號到三十號的賽季報 那麼這禮拜的超級天賽 就在這邊轉播告一段落 也謝謝今天記得老師 陪我們讀過三個角色 也謝謝常鋒老師 那我們各位觀眾朋友 就下個禮拜五的晚上 七天整GAME1 超級天在開賽的時候再見囉 這邊跟大家說一聲晚安 我是主播通報 我是賽平記得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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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